三個中產檔 今天我們當然要說一些民以食為天的事 不過是剛剛相分 就是霸食行動 其實之前很有名的吉野家罷食事件 現在要罷食美心 吉野家是容易的 因為吉野家是吉野家 但美心就發覺很大問題 以前美心酒樓 美心快餐 你以為那兩間 對,也不要說掛美心字頭 Starbucks也是美心 翠苑也是美心 八月樓、八月花也是美心 然後又是千兩也是美心 幸好我之前嚴貴 然後沒有吃很久 原來我一路吃千兩也是美心 當然,這個有幾個成績 我們不是說鼓吹要杯葛的 只是討論社會問題 我先去分析一件事 第一件事,霸食美心是否無辜 因為現在說得罪網民那班是誰呢 就是美心的太子女 雖然已經一百年多 不知道是否應該用太子女去形容 就是因為她說的言論 她不是代表美心說 她自己說 然後人們就說杯葛她 第二件事,杯葛有沒有用呢 尤其美心是無孔不入 甚麼東西都有的時候 你可否可以透過罷食去成功杯葛到屈服呢 第三個層次當然就是 罷食這件事有沒有意思呢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只要你人數夠多 你甚麼都可以 如果大約有兩三百萬人罷食 她的確生意一定會受影響 如果是全香港人 任何一件事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其實就是你罷食 你可能在10%或10% 但問題是 我覺得這個就一直都說 其實不如這樣 大家索性 索性大家不如在招牌掛名 自己是黃絲帶、藍絲帶 大家自己幫助自己 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甚麼 或者如果你不喜歡 就搗亂一下她 那大家又要賣 如果你不明白 如果你不燈的話 我就當你是對家 就這樣 不如索性 索性 索性清楚明白 當然都是這樣的 沒有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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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做了 這樣就對了 我們現在的探討 有沒有效益 有效益 有效益 多少都有效益 如果人少做 就做甚麼都沒有效益 人多就做甚麼都沒有效益 這句話 首先講一下我對於這個罷食事件的題目 我不是從甚麼效益講 因為有時很多抗爭運動 你很難去量度效益 譬如現在的美心已經出了一個聲明 就說那個太子女 就是甚麼 就是不是代表他們的 這個五尖德的長女五淑青 只不過是他個人言行 他真的跪下了 他真的在咬你 他真的覺得 我沒有理由 你太子女說的話 我要整個集團背負 有用嗎 有些人覺得有用 有些人覺得沒有用 爭拗這些 就沒甚麼意思 其實就是這樣 亦都是視乎你罷食 罷食當然是有作用 就不太大 你就去欺凌一下他 就可能不會 搞軟他就最直接 對 因為我有個新聞系同學會 但是新聞系是最黃的 所以我不是說他的立場 我只是說事實的狀況 九二二沙田新城市 舊同學在美心飲茶 一班青年軍衝進去 即打客門口幾台客的臉 說我們在位 你們爭戰 你們還在飲茶 隨即茶客紛紛離去 舊同事一介女子 當然也不敢於青年軍理論 然後就是電視見到狂岸美心 訂票和蕭國旗 即是證明這件事 我也是這樣說 首先你究竟是真還是假 這段事情 好像很難 他走過來打你兩巴 我知道 但這個新聞系同學會 新聞系同學會 黃皮藍心 多少少少東西影響到他的生活 他就吵冤吧 很多人的藍皮黃心 不是 我告訴你 這個人說一些事情 我覺得很有問題 他的說法 我覺得很容易 我心想 這個現實哪有說到 那群年輕人最多在外面吵 然後按一下飛 其實不關文不文明事 最主要是他減不減做 或者覺得有沒有需要做 我說回 為什麼我想把焦點放在罷食上 你肯定燒掉那間店 當然是最有效 我當然知道 你去搞些 但是我只說罷食 就算他完全沒有用 其實我也是支持罷食 為什麼支持罷食 第一件事 抗爭是要人多 但人多就不代表有用 抗爭人多 但做些是有膠的事情 或者我們說等於完全沒有作用的事情 例如在我心目中 有幾百萬人拖著人鏈 會好像很感動 但你最後不會看到有什麼實質影響 但是始終做這些事情有個好處 是令到你自己覺得你參與了運動 因為運動是不能夠只有一小處人參與 所有人都有參與 你是支持運動的一件事 你參與運動的兩件事 當然是參與了這件事 然後你就會很關心這件事 因為你覺得自己是Stake Holder 這些就是林鄭所說的Stake Holder 因為你參與了 你投資了 即使成本是多麼小 你都會覺得希望這件事 會有個回報 你不會搜集這件事 搜集那件事 然後又會勸其他人去做 又或者你做了一件事 覺得成功了你會很開心 失敗了你會很生氣 所以罷食 即使那間店舖照樣是這樣的 我都是支持大家去做 因為你這樣參與了抗爭 你就是成為了抗爭的一個力量 我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我知道你可能反對 一直以來的六四集會 那六四集會 即是怎樣可以做得 比六四集會 每年打卡一次 好像就沒了一件事 即是怎樣可以做得好些 有什麼不同 重點就是你不能只做這件事 然後六四集會的問題 就是在集員會 接著有些人就燒東西 有些人就去衝擊 你說不要 你不要搞這些 我們做回六四集會就算了 對 現在罷食不是因為 我們罷食就算了 你不要搞別人的店舖 燒了別人的店舖 不會有人說這些 這個就是一個分歧 OK 大家知道是藍絲 大問題是有用和沒有用 有用的司 不是 有用的司最討厭你做這件事 是不是 我反對你做這件事 那你越是有用的 就越反對 明白嗎 不是 我是抄襲了做法 是抄襲了做法 是 是 其實就是這樣 你做食店 不知道有沒有用 但至少有用的人鏈 即是我講 人鏈沒有實質的事做到 人鏈搞完一大堆之後 沒有實質 但問題是你罷食 即是至少有實質的事 當然你說六四問題 六四問題之後 你六四集會 OK 不說是後來阻止別人做事 至少是集會的時候 是做了一件事 即是都有一個形狀 集會好過不集會 即是如果有用的 雖然我從來都沒有去六四 六四 八九六四的時候 我都不是很小 我都沒有不去 從來都不去 但現在去的 去的當然好些 即是有個集會 當然好嗎 沒有集會 即是有罷食 當然好嗎 沒有罷食 都有少少少意義的 如果你永遠都罷食 我們罷食三十周年 或者我們罷食完 我們就贏了 這些就是有問題 但問題是 如果總括來說 有罷食 即是有做了一件事 而且這件事都比人鏈更重要 而且相對於 如果你搞罷食 當然我們藍絲 應該要搞罷食 應該要搞罷食 比你厲害 而且即是 如果我假設藍絲 不搞罷食 而黃絲搞罷食 於是 搞罷食的人 就一定有好處 變成黃絲餐廳 一定有好處 對嗎 因為變成這樣 你罷食了藍絲 對 你永遠都是這樣 即是大家在那裏數籌碼 你就是藍絲 我就是黃絲 大家討明 然後我類似了 我生意好些 我就贏了 這個世界上 永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去處理問題 但是 即是Biology 你少少的優勢 少少的生存 競爭優勢 到最後 只要時間夠長 你可以放大 即是我生意 我做多你一成生意 我就開店鋪比你更快 很快便可以蠶食你 即是 你說多5%和多一成的生意 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其實已經是很多 尤其現在的租金又貴 遊客又少了 你作為香港食客的職員是大了 我其實也不反對人鏈 人鏈也是有一種參與性 不過你要做到一個傷害性 或者那種同仇敵蓋 其實衝突最重要的是 你覺得你加入了運動 你就是在傷害其他人 人人這問題是傷害自己人 罷吃你有沒有傷害自己人 人鏈也沒有傷害自己人 有 你有傷害到我支持 且我支持黃絲帶 你都會妨礙我 但罷吃你是很針對目標 那件事你是一個針對性 即是人家一個精準線頻 就是很精準 整件事是比較精準 你不會傷害到一個蒙辜 即是你提款 你會傷害到什麼 但你罷吃 我確定你是藍絲 我才去罷食你 於是整件事就可以精準一點 說回美心,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雖然我支持罷食 但不知道有人提出過一個問題 如果那間藍絲很好吃 有一間黃絲很難吃 你是不是要迫自己去光顧那間黃絲 你可以去那間很好吃的黃絲 沒有人反對你 我明白,美心是一個問題 當你很多的時候 你很難每一種東西都能配合 我不知為何,很多人覺得美心一點很難吃 但我覺得脆丸是OK的 以前我都會去,千兩都OK 雖然貴了一點 你叫我找一間藍絲去配合,又有黃絲 我一時間就很難看 方便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去罷食,罷食一個這麼大的集團 你如果少少都不… 我多意明白 我多意明白 你這麼不忠實於你的信念 是嗎? 我就不同,我擺明 如果那個人是我最討厭的人 現在叫我 有些工作找你,給你賺 我不要說賺十萬 五千元,你很容易撿的 你立即打電話就撿到了 我很討厭他,五千元 五千元,不是說什麼 我都代了五千元 正如我跟百穩琴說 我真的很支持你,你去選舉 不過有人給二十元,我會出賣你 就是假設 我為何要說這件事 你如果很幼稚 你當然完全不需要霸食 你可能已經有廚師幫你煮 你很窮 你根本就不需要關心霸食 因為可能來來去去去 你都是最高的餐廳 選擇很大 最尷尬的地方是 你有錢與沒有錢之間 你又想吃好些 但你又發覺 如果想吃好些 然後有很多的店舖 你又不能吃 然後你想找一間差不多的程度 去濕實調整 又很困難 我只是覺得這件事 其實是很無奈 你不要underestimate 你同道中人的能力才可以 可能有很多黃絲 是好吃的 我同意有很多好吃的店舖 有很多黃絲 亦都可以很堅持去霸食 所有藍絲店 以我的角度來說 一,我很懶得去找新的店舖 二,我發覺原來要吃好些 有時都是選擇藍絲店 才能提高飲食質 這次就到此為止